台南一名8岁男童因父亲管教过当 去年3月被法院强制安置在寄养家庭 却遭同为寄养的12岁少年性侵 该案真经一时 有一日前又爆出保姆涉虐痛案 使得安置问题扶上台面 近日市议员林彦柱则共同与双方家属召开记者会 希望社会局能进行深入检讨 但会中家属能相当气愤 痛批社会局根本是糟蹋人 实际上说实在有钱钱也有钱的状态人 老师到会面跟我们讲 跟我们讲当下跟我们讲 小孩在寄养家里发生一些事情 两个小孩在玩 可能有猥亵 没关系那个问一问 检察官会调我们去问 避重就轻 结果我们检察官起诉之后 到法院我们开始了解所有的事情 还原出来 我觉得我小孩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难道父亲也质疑 社工仪式诱导儿子说谎 可以不让家属见面 你发生了就是被欺负的事情 被欺负 你那时候是 有没有想要跟爸爸妈妈讲 对 你为什么不讲 因为我才是刚才是刚才我跟妈妈讲 他讲了会怎样吗 不知道 你就不敢讲 因为你怕讲了没办法跟我们见面 没办法回来 对不对 对 年珠认为 社会局调查报告比重就轻 试图隐瞒疏师 孩子他强硬三个月的安置 可是你三个月的安置这个过程当中 你只让父母亲看一次 就是5月31号 但是在那个5月31号 为什么他才几岁啊 为什么要教导他欺骗呢 说不能跟爸爸妈妈讲呢 然后发生事情 孩子被 被障被性侵 你应该要 社工你应该要告诉 有义务告诉家长不是吗 不告诉的 还轻描淡写 来欺骗家长 说是孩子在恶戏而已 发生了再玩 再摸 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猥亵 不是性侵 那我们怎么能接受呢 在我们的一个内部的一个 规范跟一个教育上 我们会日后会更加的一个 检讨或是改进 让这样的一个案件 能够在处理过程 更温暖 更周延 社会局表示 难道当时已被多次同胞家暴 所以事后检察官对家报案不起诉 但安置部分能被法官认为合理 因此才会进行紧急安置 而对于安置期间 男同发生被猥亵情势 社会局深感遗憾 但第一时间都有同胞家长 而未来会针对内部问题 进行检讨和改善 不希望再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记者做主要谈谈 采访不到